我們看到是美國聯準會在去年三月啟動激進的升息之後 美元的匯率大幅走升 這讓主攻外銷的美國企業苦不堪言 因為他們賺到的外幣換成美元之後比過去更少了 不過我們看到隨著聯準會放慢升息腳步 美元指數如今已經從去年九月的二十年高點回檔超過一成 而且未來還有可能進一步走跌 根據路透社最新調查 外匯策略石頭預期 美元今年對大多數的主要貨幣都會走扁 原因就是因為銀行業的危機還在雨波蕩漾 加上美國經濟走皮的影響也限縮了聯準會的升息腳步 而且不排除很快就會轉為降息 甚至有專家認為在聯準會政策跟各國推動去美元化的影響之下 美元很有可能會進入長達好幾年的大雄市 這只要帶您看到的是追蹤美元對六種主要貨幣匯價的美元指數 它在過去年的走勢 你可以看到在聯準會擴大升息步伐的影響之下 美元指數是快速的上漲 那去年的九月底一度漲到的是一百一十四點七七八 這創下了二十年來的新高 但在那之後由於通膨明顯降溫 使得市場預期整個升息的循環即將會告一段落 所以美元指數也開始走跌 在今年二月初的時候來到的是一百零一點二一七 這是九個月來的最低數據 後來美元指數因為美國的就業數據意外的非常強勁 那通膨看起來也打不下去 那開始往上漲 但是這個漲勢很快就全部吐出來了 因為銀行業的危機 我們看到這個星期美國公布一連串 不如預期的經濟數據之後 更進一步的走跌 目前大概就在一百零二附近游走 那美國這個星期公布的經濟數據到底有多糟呢 我們接著就要帶你一個一個的來看 首先是週一公布的三月ISM製造業指數 市場原本預期比起二月的四十七點七 只會小幅的下滑 但是沒有想到實際的數據看起來是大跌到四十六點三 創下了近三年的新低 也持續的低於景氣融孤線 那這就是禮拜二初爐的二月直缺數據 比起前一個月也大幅的下滑 已經跌破了一千萬大關 它的減幅一樣大於市場預期 跌到近兩年的新低 這樣凸顯的就是年準會讓就業市場降溫的努力 已經出現了影響 另外是禮拜三公布的兩項數據也雙雙不如預期 首先要看到的是ISM非製造業指數下滑的幅度 同樣也比市場預估的還要更大 此外呢 有小飛農支撐的ADP就位報告也顯示 美國三月的就位人口只有新增十四點五萬人 比起二月不止數字是幾乎腰斬 也遠低於外界預估的二十萬人 那這些數據其實就是非常的疲弱 那也加深了聯準會會寬鬆的可能性 這樣的一個影響之下 可能就會讓美元繼續往下跌